非常有趣的 因為我就是常常今天在學校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是因為我受到一些音樂電影的影響 就覺得好像在第一天走路回家的路上 你就唱著今天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你回家要跟媽媽說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你就要這樣子跟媽媽說就 哈囉我回來了 就是用唱的這樣子 那所以這支音樂是一直陪伴我 成長最好的最好的朋友 我的鋼琴也是 那這首歌就是 其實就寫了我前一陣子 一直以來的心情也是 我覺得很多人 在人來人往的過程當中都很保留自己 那我覺得有的時候我自己也是 我唯一能夠抒發我自己許多想法 也許就是在我的創作裡面 那這首歌叫做不想唱